每年的一月份,中共政府都会正式公布,过去一年中,国经济的增长数据,本周四应该是北京公布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日子。 发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评论说,观察家因此都紧密关注,北京的动静,事实上,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柬埔寨访问时,已经对外披露了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,李克强表示,中国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.9%,略微高于原先的预估的6.7%,不过,经济学家们依然高度关注。 周四公布的官方数字,因为这是他们对中国经济,以及世界经济,做出的评估预测的重要依据。 专家尤其关注的是,按照目前的增幅,预计到哪一年,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追赶美国。 也就是说,从哪一年开始,世界经济将翻开新的一页,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。 2016年,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兆亿5690亿美元,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兆亿1990亿美元。 按照此一数字来推算,有专家认为,中国将在2024年赶超美国。 也有专家认为,中国很可能在两年之后赶超美国。 不过,法新社法自北京的分析文章评论说,必须对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,实谨慎态度。 因为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位政府高官近日就公开表示,辽宁省过去就长期在经济增长数字上造假。 根据中国国家审计局公布的调查报告,辽宁省的一个县政府,2013年,虚报财政收入超过了实际收入的127%,这就是为什么,2016年的第一季度,辽宁省是全国首个经济出现负增长的省份,而辽宁省虚报数据的现象绝非个别现象。 法新社报道说,中国地方多个政府为了获得上级的奖赏,都长期在经济增长数字上造假,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,在经济学界,向来,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议题。 而对北京政府来说,这是一个涉及到政府执政基础的重大的政治议题。 前总理文家保执政期间,中共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,必须保8的指标,将8%的经济增长率视为